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就在这些必定成就跟逐缘而转之时 你根本不会在这个上面忘直是善是恶 所以他才能够随缘转成善转成恶 那就是无忌性 那这个无忌不是一般你感觉到说 是不是在世间上你好像任何东西 你不太在意或是不注意 那叫无忌 那个不是无忌 那个已经死在善恶恶法之中的 或有的人他因为是善法骨 说在他会面对一些境界时 他自然心中他不会再留下任何影像 这是因为过去的善缘所致 但是这个无忌性也就是让 也可以利益一切烦恼众生 他在烦恼的执受当下 他可以渐渐舍离 有的人因为他心恶故 碰到一些善的境界 他居然在他心中 他却不能够有任何的帮助 会有任何的启发 这是这种无忌 就是恶业的无忌 但这个无忌不是真正讲到 这个三法则中的这个无忌 那个你讲的那个无忌 他还是在善恶恶法中的 心中的无忌就是讲 原起当下的根本的无忌 因为他不计善故 所以他在因与种种其他因缘变化时 他才能转成恶 他要是计他是善 那他就不能成就会种种流转 因为他不计恶故 所以他将来是善有善的因缘现实 他又能够随缘种种现成 种种这个行为的善 所以这个无忌 有的时候在无忌性中 他在决心的无忌里面 他有的时候会让人 因为他会堕在种种愚痴的 种种执着境界 迷惑的境界里 所以不是那种 世界人执着的 那好像 因为他心境的关系 所以有些东西 他不会放在心里 他没有办法留在他心中 或者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听闻 也没有办法去 这个思维那个无忌 那个已经是恶业了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